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麥當勞就宣佈 為了保障員工和食客的安全 由明天起計兩個星期 即是3月25日到4月7日 將會暫停夜晚6點之後的大堂用餐服務 只是設外賣和麥麥送 包括所有24小時的餐廳 此外麥當勞也會暫停招待 所有正在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幫忙 麥當勞作為全港最大型的連鎖餐廳之一 他們採取這種防控措施 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 畢竟麥當勞作為一間商業機構 他們也要營運也要賺錢 肯主動來採取一些措施 就已經比不做好 有些人就猛罵麥當勞 就說他們不是只有晚市才有機會傳播 比如說那些人去吃早餐或者午市 一樣可以堂食 那就是沒有作用 我就覺得這樣 這個停市決定就應該由特區政府來作出 特區政府應該要有擔當 目前你也說 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很多地方的政府 都已經採取了一個決定 就是禁止所有餐廳營業 或者禁止他們做堂食 但是在禁止的同時 又會輔助這些企業 代這些企業向員工出糧 既保住企業 又保住員工的就業 而且又做到防控的目標 是通盤的考慮 特區政府顯然 就是沒有這種前瞻性 就是沒有這種先見之明 所以永遠搞到那些東西就是拖泥帶水 而且只是針對酒吧 現在有鬼用嗎 那些健身中心你關了沒有 現在又多了一個健身中心群組 你特區政府就是這樣後知後覺 說回麥當勞 他們停了這個晚市的堂食 其實是一家便宜兩家著 既可以降低傳播風險 又可以降低自身的經營成本 因為根本晚上本來就不太多客人 而且他關了一個堂食 又可以少人手在餐廳裡管理 不用人家撿桌子抹桌子 同時也是使得那些難民 不能繼續在凌晨時份進駐麥當勞的餐廳睡覺 實情這班人當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衛生問題 但麥當勞非常大礙 一樓都不會趕這班人扯 現在這班人就不能繼續去麥當勞睡覺 他們會去哪裏呢 當然是返回街頭睡 你特區政府到底有沒有留意得到 麥當勞關閉這個晚市堂食 是會有機會使得露宿者的人數上升 從而會增加了 社區的衛生風險 你有沒有考慮過 臨時會找些地方安置這班人呢 當然是沒有 因為你特區政府那班廢官容官 腦袋是被屁股坐著的 至於另一個機構在網上又被人罵得非常厲害 這個機構的名字叫做 愛同行學團 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呢 原來 在全港中小學停課的期間 這個機構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所有戶外的課程 一美還繼續帶領學生 去到戶外露營 並且在不設防的情況下 在沙灘那時玩樂 今天大批的網民 就批評這個機構 罔顧兒童的安全 在這個非常時期下 實在是不適宜 再搞這些活動 這間機構的負責人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 不好意思 令大家擔心 實際不少商場和食肆都很多人 仍然都是處處人群 都令人擔憂 而我們 從來只會去一些小人的地方 Stay at home 當然是重要 學習在疫症之下生活 也很重要 這些擺明是詭辯 你去那些小人的地方是沒用的 你一個人去就說 你帶著一群人走去一些小人的地方 那些小人的地方 本身就已經變了很多人了 只是看你那些這樣的相片 一團人都說 二十多三十有 還要是有家長有老有亂 這些真是不要得的行為 你是為了賺錢 你搞這些活動 原來要收錢 不是白做的 在他們的網站上 找到一個接下來會搞的活動 叫做愛童行山抗疫班 這是收費多少呢 原來三至六歲的幼兒親子班 每位是二百五十元 大小童 由九點半鐘走到十二點正 下午六至十二歲 小朋友自己參加的行山鍛鍊 時間是兩點至五點 每位費用是四塊錢 如果以你每一次的活動 有三幾十人去 你一天都鬥成兩筆東西 你賺錢我都覺得沒問題 但是就不在現在這個時刻來搞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現在非常時期 萬一其中有一個人是有事的話 你就惹開了 尤其是那些小學生 你說那些不知幾歲的 人仔 三至六歲的小蚊 他們那些所謂衛生的警覺性 一定低到無論 是不是 就算如何三身五靈 叫這班小孩 不要摸口摸鼻 不要摸頭摸頸 怎麼會聽你才行 是不是 他在家 媽媽教他都沒有那麼聽話 何況你這些什麼導師 所以在這個非常時期 就不應該再搞這些活動 況且就算去到復課 小學和幼兒院都會安排到 在最後的階段才做 就是因為知道這班人 他們的衛生警覺性是最低的 你還在這個非常時期搞這些活動 你是不是真是找死 而且看到他們的活動相片 就真是影真牙煙 整班小孩的六七人 爬上一棵矮樹的樹 爬高爬低 萬一那棵樹是富豪不來 有什麼閃失的時候 誰擔當得起 另一班人就跑去泥灘的樹 執拾十倍 我真是完全不明白 到底給錢報名的家長 老筍是不是真的還沒生 怎麼會把自己和子女 處身於這麼高風險的位置 萬一你的子女有什麼事要入院 你是不能探望她的 她要自己去面對 做任何事之前三思而行 最後就說說另一件事 今天林鄭宣佈了 將會任命終審法院的常任法官張舉能 出任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接替明年退休的馬道立 將會在2021年1月11日生效 京文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就說 她非常欣賞張舉能法官 在過去為司法機構所作出的貢獻 認為她作出的重要判決 以及她所撰寫的判詞 都得到法律界和市民的認可 而她又相信 終審法院 在張舉能的帶領之下 能夠繼續彰顯法治 保障人權自由 同時又維護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尊嚴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令到香港社會知道法治的重要性 她又盛贊張舉能 在司法機構擁有19年的豐富工作經驗 從區域法院一直做到終審法院 相信她非常了解司法機構現時面對的困難 對改善司法機構的問題 有很大的悲憶 簡直是讚到她天上有地下無 到底因什麼解救 這位張舉能法官禁受梁美芬律師的歡迎 那就要看看她到底是審理了什麼案件 原來她曾經駁回過歐樂軒和范國威的上訴許可 也是駁回過梁仲恆和尤慧貞 就著宣誓DQ案的上訴 而且她在判詞說到 人大釋法是有約束力的 本港法院必須醫藏 對於人大釋法是收法的質疑 她有這樣的回應 她說人大釋法的權力 是按照大陸法制來行使 沒有證據顯示人大悅權 當然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而且這是法治的一部分 因為人大的釋法權 列明在基本法裡頭 但是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 本港法院必須依從 難怪獲得梁美芬的成贊 此外她又駁回過佔旺禁制令的上訴 在判詞當中她就說 被告和其他示威者一樣 都是無權佔據和堵塞馬路 強調法庭是有責任保障 市民享有基本法保障的權利 不論示威者自覺是有何等高尚的意願 都不能夠作出非法行動 令到其他人的利益受損 真厲害 而且她還曾經裁定功能組別的公司票 合憲 她在判詞當中又說 政府在1985年引入功能組別的選舉 目的是將工商界和專業界別的聲音 帶入議會的時候 而界別中的代表意見 通常來自公司團體 故此容許公司團體投票 是很自然的事 於是裁定基本法 確立公司團體票的存在 公司團體票是沒有違憲的 難怪梁美芬會盛讚張舉能 她所賺寫的判詞 是得到法律界和市民的認可 原來跟建制派的意見都合了何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